奥运的参与者做客我们的节目 是啊 我也是通过主持奥运栏目来再次参与奥运 对啊 曾经是在赛场上参与奥运 现在是在赛场外参与奥运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 就是音乐人 他是通过音乐来参与奥运 本期参与者刘欢 著名音乐人 2003年3月获第三届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 2003年4月 首次以制作人的身份 推出个人演唱专辑 参与世界 创作奥运歌曲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刘欢的参与奥运的方式呢 当然主要是音乐了 那在05年的时候 当时奥运口号公布的那一天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当时呢 刘欢和纳英是合唱了一首歌 歌名就叫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对对 所以我当时说 刘欢真神了 事先就已经知道奥运的口号 已经把歌都已经唱歌好了 怎么知道的 这个当时呢 组委会决定宣布这个口号之前 他是想征集一些歌曲来作为这个口号的宣传歌的 结果等到差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 他发现这个东西不能征集 因为他口号要保密 所以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他们是那个大型活动部的几位官员啊 然后找到我说 你赶快 这个就是这个口号告诉你是这个 按照这个做一首歌曲 而且还要签一个保密协议 签个保密协议 对对对 就这个在这之前你不能对媒体透露出去 对 因为他当天那天宣布的 拿到这个口号以后 五秒钟就有灵感了 真的是 就是那天他告诉我的 就是把你拿给我看 我那个套着这个词 那个音乐的那一句动机 马上就有了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因为被这个词给震撼了呢 还是因为你的音乐的感觉呢 它比较合套 就是这个词本身就容易 比较容易跟那个歌音乐弄到一起去 然后就用的最简单的音乐元素 就是me do me soul 就是one word one dream 然后再一波进 one word one dream 一爬两个东西就在这 然后把一个下行的合成 把中文的那个意思上进来 基本上当时真的很短时间 就想好了 我还是想再去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 因为你总之那是忽然一下子想到的 所以我还回到家里 我努力地排斥这个 不要想这个能不能有更好的 最后就是心里不踏实 但是最后发现往往这个第一感觉是最好的 对对 2005年第29届奥运会主题口号公布当晚 刘欢和纳英演唱了和奥运口号 同名的奥运歌曲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这首大器的奥运歌曲 用音乐的方式诠释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主题口号 并且很快在乐坛上流行开来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一往对你感觉的那个歌全是特别高亢 在卡拉奥运想唱上去的话 你得变好几层凳子 对对 就你写这个歌曲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定好 就是不想写那样的 对对对 再高了 对想过这个事 因为我们就是习惯的概念里边的运动会歌曲 都是那种很高昂的很形状的 代表力量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点片面 因为体育也好 它力量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它是鉴于美的结合 它肯定还是要优美的 对 所以我们音乐在这方面其实是最有力量的 我们可以展现各种方向的优美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运动会歌曲 我们也依然可以不至于永远那样的 高门打嗓子去那么叫啊 其实是可以把它弄得好听一点 而且这种东西在过去也是有过的 说到您写那边曲子的时候 已经定位它的风格 那之后您考虑到 就是说考虑过是要男女重唱啊 还带起唱啊 还是您独唱 您这个方面开始就已经有了定位吗 差不多吧 也是一开始就想好了 因为一个两个人男女生的 这样的演唱方式对这种歌曲比较好 它有另外一方面比较柔和的一面 就已经想好让纳英和你一起唱了 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声音就是比较有这种特点 比较柔和比较好听的那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我觉得挺好的 那维维要见着你下次肯定 说计90年一会咱俩唱得好好的 你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否定了 奥运歌曲的征集还在进行当中 刘欢说到了2007年 他将真正进入到奥运歌曲的创作当中 无论自己创作的歌曲 能不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畅想 创作奥运歌曲都是他认为自己参与奥运的最重要的方式 梦想是古老的文字 无动在北京的天空 世界像所有的哭泣 都会放着快乐歌曲 假如没什么别的事 看比赛 这是肯定的 然后要看哪几个项目 哪几个项目 哪几个项目 对 我太太已经开始计划了 她是说可以等到可以卖票下去 首先她喜欢那个跳水 跳水 羽毛球 羽毛球 对 我估计我全是帅哥 对 然后那个跳水 对 也都是帅哥美女系列的 然后游泳 球呢 我是比较喜欢足球篮球这样 可能要提前买票 到时候这可是就是在自己家门口了 好好的在自己家门口看回奥运会 说实话这个不容易 这另一方面我觉得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 可能这一年多里边要开始提振一点想法 看看能不能为奥运会做一首好听的歌曲 因为明年就是08年奥运会了 其实说起来这个时间很快的 希望你的作品倒是能够再开不开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吧 希望有一首好的作品能够被选中 谢谢 好的 谢谢刘华 没有受力 没有受力 全部脱开了 总体下降54 国家提倡 刚结构卸载 顺利完成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奥运中国 现在进入的是新讲堂时间 我们的节目会陆续地请进体育明星 给您讲解有关奥运方面的知识 今天的主讲人是海内外观众朋友们 都很熟悉的排球明星赵蕊蕊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女排的赵蕊蕊 欢迎您收看由我主讲的新讲堂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个篮球 大家一定会很奇怪 我是一个排球运动员 为什么会拿着一个篮球呢 那是因为排球运动的起源 跟篮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1895年 由美国的一名叫威廉摩根的体育教师 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游戏 就是在网球场上将篮球的内胆 来回地抛脱 将球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就是排球最少的出行 在80年代 中国女排获得了试点杯 试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 取得了五连贯的成绩 女排精神一直传承到现在 现在翻滑球 中队发球 中队得到发球权 中队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是三号狼平 狼平拍了点球 然后看准了对方 直接把球发过去 日本队一传没有到位 日本队在掉球 中队拽篮网 日本队把球切起来 日本队直接把球传到背后 三号将让 在排球比赛中 共有六人上场 根据职责的分工 分别是两个主攻 两个副攻 一个坚银和一个二传 自由的上场和换人 是不受限制的 现在呢 我教大家试一试 是排球技术当中的 传球项目 作为我们大家来说的话 传球是不可以 在手中停留时间过长 那样会造成持球 所以说手一定要保持 比较正规的动作 两个手同时发力 将球传出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传球的动作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要给大家出一道题 那就是中国女排 第一次获得奥运冠军 是在哪一年 如果您答对了 就有机会获得 我亲笔签名 好的 本期奥运中国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来信 讲述您与奥运结缘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幸运的话呢 您将有机会获得 我们栏目主送出的 2008年奥运会 吉祥物福娃 还有2008年残奥会的吉祥物 福牛乐乐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